送哪个行李走 你们俩 送哪个行李走 一号车 还是二号车 打威蜜 夏天去南半球很崩溃的一件事情就是 要带很多冬天的衣服都很重 我现在两个大箱子全部塞满了 还带了羽绒服 因为我们这次要去阿斯马尼亚那边 然后就会非常冷 就是满满当当 和你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出去比较有用的 多带一点这种绒布的袋子 或者没有的话 多带一点这种一次性的宜家的这种袋子 谁 居然就在这放了一分钟被咬成这样 然后有一些零零碎碎什么的 把它收纳起来再放到箱子里面 就会比较方便 然后也不会东西都乱七八糟的 很有用 今天我们就要出发了 现在此时此刻的厦门 应该正在狂风暴雨台风登陆当中 我们这次算是堵了一把 我们是晚上六点多从上海飞厦门的航班 然后十点从厦门飞悉尼 前两天看台风预测的时候 纠结了好久 每天晚上都在那边纠结 如果是厦门航空的航班改签的话 只能改签下航的其他航班 可是它飞悉尼的只有那一班航班 所以说就是没有任何改签的机会 然后退可能一个人要多花一万块钱吧 机票临近买的话 所以我们就决定赌一把 看看今天相信会顺利的 那我们就一会儿见吧 悉尼见 我们出关出了好久 电子签证排了很久 结果机器坏了两台 然后现在终于都出来了 非常之冷 大家都穿着羽绒服 只有我穿着这样 走了 打车去了 这有点热热 但七月底感觉不是很冷的 以及外面有那么一丢丢的凉 但是还挺舒服的 我们这回在悉尼住的是周济 依旧是不会出错的周济 来看一下悉尼的周济 进门就是一个衣柜 这是个什么贵 mini bar在这里 厕所我觉得蛮小的 而且它连浴缸都没有 就是一个正常的房间 一个正常的窗 还行吧 就是干干净净 反正正正常常 然后我们这个是 城市什么 确实是挺城景的 对面就是办公写字楼 直接都可以和对面的开现场会议讨论方案 都可以招手看到对面 这次来的过程还是蛮顺利的 没有受到任何台风的影响 然后整个也算非常顺利 好吧 澳洲之行开启 洗了个脸 准备出门吃饭了 好多人呐 吃不到了 为什么国外人吃饭也排队啊 我笑熟 我们刚刚去问了一下 然后那家店要排一个小时 本以为只有上海人吃饭排队 对 我们刚刚去问了一下 没想到哪儿都排队 无语 这家说20分钟 我不知道能不能吃上 我们去旁边兜一兜再回来 我这儿下锅都被抓走了 应该会的吧 初次尝试澳洲的奥白 参考救问 选使对 独播 选使对 北海外 博 within 去 选使对 选使人 选使务 回家 选使 外国 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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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长成这样如果还能不好吃 我觉得还是离谱的 吃饱了 我今天点单没有很成功 我那个沙拉就像是吃了一盘烤红薯一样 还是冰冷的烤红薯 虽然也还行吧 但是那个热鸭三明治真的很好吃 我们两个人点了两份吃的两杯咖啡 一共是58刀 但是它周末会有周末的加班服务费 我要笑死了 是5块8 total就是63块8毛钱 还可以吧 正常价格 这会儿我们打算步行去海德公园 还有附近的something 看一看 关门真的好早 我们一路从街上走过去 然后一路就有那个卷帘门拉下来 收摊啊 现在才两点多 记不记得谢飞周末的时候 那个商场都是三四点就关门了 对吧 没关系 自然景观不会关门 好舒服 里面有人在唱歌 那走我们去看看 这才是本圈 别踩 我们在 места 在爱上的仓客里面 这个表情也在开中 这褐子插队 我们就来喷泉边吃吧 可以 来了 和我们的小乌龟一起 你往右扭头 别动 伤嘴 冰淇淋拿走 往下咽 再伤嘴 再往下咽 好了 喝饱了吗 完了 先换个地儿 溜了溜了 快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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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你会看到都来了 我看到了呀 我刚刚回去整顿了一下 这会又出来了 这会是落日下的阳光 给你们看一下 對呀 好可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走到了歌剧院下面了 从这边一路走上来 然后就能走到歌剧院这边 一路都是好风景 很迷,很迷 真的很推荐你们快要日落的时候来看 好好看啊 整个光打下来的感觉非常温柔 很好看 我们从歌剧院旁边这里走下来 这算是一个码头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反正又晃晃又多了 我们转了一大圈 然后晚上来吃一个披萨 这么五点多已经全都黑了 然后店里面也都已经坐满了 我们现在坐在路边外面 见面 бер走 我们家在尖管道里给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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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芝士和醬汁 这个是鲜萝卜 这些是团鲜 现在我们不存在 但是我们有团鲜 所以汁是同样的 这些是卡绫 这些是卡绫 这个是第三个 烤鲜鱼 都没变吗 我是笑死 我们来了这家餐厅 菜单都是意大利鱼 看了半天根本看不懂 我叫你们不要慌 点餐的方式 打开他们的Instagram 图片全部在里面 告诉他们这个是哪一个 这个是哪一个 然后我就对着图片问他 对应的菜单是哪一个哪一个 小姐非常好 然后一个一个的给我们讲解了哪一个是哪一个 新学的词有什么 对这个我学会了 有点意思 所以出门在外 只要脸皮够红 没有问题 它这是中国啊 我读来个 我是什么 摩...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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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会吃了辣辣的 味道香肠是那种腌腌肠吗 香肠不都是差不多吗 腌熏猪肉香肠 意大利的卷形面的形状实在太多了 哦真的这个弄起来就比这个硬 这两道一面都蛮好吃的对吧 吃完了 本顿消费104元 便宜倒是不便宜但是真的挺好吃 不错 我们这会儿溜达去超市逛一圈 然后就回去休息了 非常喜欢的脆片 这里的口味非常的全 各种古物脆 每天吃的燕麦棒 它还有一个这个乳糖不耐的 我在博物内没有见过 这个超市进口超市里是有的 冲冲冲 分享我的小妙招 如果你只买了两件东西 然后又不想花钱 多浪费一个塑料袋的话 把它放进自己的帽子里 全球90亿人都没有你聪明 今天的悉尼day one就是这样 明天见